男星高以祥上个月底录制《中国真人秀追我吧!》 过程中不幸因心因性猝死离开人世 金腰五日家属为他举行告别式 公祭结束后大体进行火化 并由高以祥大哥 二哥及女友Bella带着骨灰到新北市金山的金宝山墓园 下午于日光院举行小行追思仪式 为高以祥安错 高以祥为人谦逊有礼 热爱篮球的他除了圈内好友外 也结识不少球友 金告别式上 至有毛家恩夫妻 黑人 范范 汪东成 爱丽克斯夫妇 王阳明等人都来到现场送他最后一程 而告别式结束后 高霸 高妈阴白发人不送黑发人习俗 和黑人 范范及毛家恩夫妻等人一同先前往金宝山等候 稍早亲友为高以祥在金宝山日光院礼堂举行小行西式追思仪式 象征住为他未来在此长眠安错 现场播放起奇异恩典等诗歌 约莫一小时过后 高霸 高妈及高以祥两个哥哥和女友Bella 神色I7的在亲友护送下上车 离开高以祥的长眠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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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宗